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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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張照片一直到十四張照片 超哥和小朋友進入了迪迪尼酒店 開心、游泳 你看超哥多開心 又跌錢了 然後又可以攪拌Daisy 又攪拌卡通人物、公主 超哥今天很聰明、開心、愉快 據稱錄影時期,超哥已經回到西澱盤 又要循侍街坊保障職責 有時你們在堅尼地城、觀龍樓、善美菲露 經常會見到超哥 超哥又諸事又八卦 他又會關心社區內所有大小事務 如果見到什麼不對勁的地方 也要找回當區的區議員去幫忙 很難得《鹹濕超》這麼熱心 本地自己的環頭裡的大小事務 很難得有個人這麼諸事八卦 又身體力行會做這麼多事情 我想很多街坊都會同意我的看法 所以很多朋友在西區看到超哥 都會主動跟他打招呼 知道超哥都很幫得手 有什麼事情都會盡量走出來 第一,可能會告訴區議員 有時甚至沒有 有些不平的事情 他自己都不管是否會單拖 都會衝出來和麻煩友 有些肢體衝突和口角 都會令他揹個官票 都會希望超哥今次的假期 開開心心 舒舒服服 今天特地等他禮假 不用他去開工 等他和小朋友共聚天倫 難得有一天假期 可以帶小朋友去遠頂的地方 今天都比較涼了一點 但仍然很濕濕濕濕濕的 這些迴南天 老實說是很煙夠悶的 睡覺你覺得他不太冷 但你開冷氣 又好像覺得他浪費電 但你不開冷氣就很煩 因為旁邊的潮濕 有些蚊飛過來 在耳朵裡面 特別是我住靠山的地方 經常都被蚊子進來 然後就說 不是針我 針我也無所謂 有你針我 我繼續睡 他說針夠我太座 太座就被他煩到要起來 跟著就進行一零二串 就打蚊子 帶迫力癲戰役 打蚊子下來 搞得我有時候睡得不好 被迫著 我都不夠你了 我告訴你22度也好 27度也好 我也不讓你 照開冷氣 讓自己睡得舒服 尤其是我的工作 就會比較忙碌 因為我睡眠的質素 老實說 我只有六個小時 起 七個小時 盡 有時是五個小時起 六個小時盡 這些睡眠 所以如果我當中 這幾個小時的睡眠裡面 如果打蚊子 或者睡得不好 或者很暖 人很熱 我第二天的工作 就很受影響 所以我不能照開冷氣 照一夜睡覺 當然 我女兒 你也知道加拿大那些女孩 是很慘的環保 即是那些 左左地上路 經常覺得老爸為何要開冷氣 地球快要死 你還要開冷氣 我告訴她 你還不開冷氣 老爸就快要死 你還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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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先講講台務 各位老友記 應該都很擔心 上個星期 我們公司 被個白痴神經佬 走上來搞搞鎮 沒有光顧 也反映了一件事 即是同事們的安全意識 以及大廈的保安 我們自己有時候要招呼 那些三面口的人進來 即是門口裡面的安全 是否要立即改善 這件事我們就知道了 但是奈何 即是這個地方 如果又要加一些安全 又是錢 當然這些事業主不會理你 我們也要想想方法 如何去保障到同事的安全 因為這個麻乱凡人 似乎都會繼續上來 我是公司教育鎮 沒有人幫忙 除非我找一些 義工大隻佬 在門口手拿著 來到就扔他走 但是現在又有些很大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閉台的政治立場是怎樣 那你說 喂 會不會有些什麼事情來 你報警有些什麼事情 大細超 我又不敢敢說大細超 但是小花一回來跟我說 老闆 上次你報警 要搞整個鐘的人才來 有沒有搞錯 然後我剛才下去買汁水 見到一個康奸 康奸就跟我說 我們那些黃的 你現在報警 他肯來也算是這樣的 上次吹三吹四 整個鐘 都搞得我很麻煩 你知道 我走出走埋 現在我都很擔心 那些人衝進來 我首先在這裡感謝我們基地大廈的保安叔叔 他真的很盡責 整件事都跟著抓 也很擔心我們的安全 他也是我和黃宇文先生的粉絲 也是勸在下 老公不如你回去加拿大 在這裡幹什麼 為什麼你不走 我以為你早點走了 當然 我可以告訴大家 今年2021年 如果正正經經是說做網台來講 今年已經是小弟的第八年去做網台這些節目 認真去溫一個台 都差不多六年了 六年裡面當然我見過很多的風風雨雨 什麼東西都有 自己的犯官非被人冤枉 或者有些人冤枉你性騷擾 又冤枉你這樣那樣 有人走路 背叛 What so ever 從現在 又有這些頭暈友來搞 對我來說 我又覺得不問是什麼 很大不了的事 出得來走 一定有襯家 出得來走 沒有人搞咎你 就說真的 證明你只會在江湖裡面 都是屌你 你講的話 或者你做的事情 都不能夠 貼題 不能夠屌 不能夠屌 到別人的要害 現在的狠狠 當然有些麻煩事情 我們要小心 我們也是因為已經在做 我們就不會把我們所做的事情 說出來 做事就是做事 做事不是拿來說的 告訴大家 可以放心 我們會做到 唯獨是有些事情煩的 就是不多不少 我們都給我們一個覺得 就是似乎 警察方面 如果我們真的要找到他們來幫忙 都是會因為我們的政治立場 就慢走態 找 excuse 盡量不來 還有有些位置 我們真的要很小心 我們就不想好像 業主立錯法團 主席 這個主持人 高手 原告變被告 別人打招 他還變成被告 他的商人十七 原本就撤銷了控罪 又再告咎過他 又要再上庭 就是好想多這些麻煩事情 但當中的世偉 為什麼會這樣 我都不想跟大家解釋得這麼透節 明就明 明就不明 我會小心點 大家也可以放心 老惡的情況 另外就給我第一張相 第一張相 這個就是超哥已經收到 搞貓晉的 晉升的屏東的金鑽鳳梨 倒了貨 剛剛他現在提出給我的 剛剛去完滴滴尼 回來就可以吃菠蘿了 鹹濕超已經又鹹又濕 今次吃了甜份這麼高的鳳梨 我看他九成會濕熱 還有會吵春袋 烈大夫也收到了 烈大夫也收到這麼多傷的鳳梨 他又很好 他在4月8日開始 誰跟他上來看醫生 他就先到先得派菠蘿 派鳳梨 當然 他很體貼他的病人 也知道大家都很支持他 過來找他看醫生 有些好東西就會請大家吃 始終鳳梨也是濕熱 糖分都高 大家食用的時候不要過分 當然最好就是分甘和味 我們支持一些果龍 現在藉著這個節目 我都希望可以向台灣的朋友 送上 我僅代表MHKTV 和我們的網友 送上一份心意關心台灣 小花播一播台灣的影片 車廂那一片漆黑卡在隧道裡 身手不見五指 乘客死裡逃生 嚇到發抖 動都不敢動 在車廂裡的每分每秒 都無比煎熬 後面還有受傷嗎 中南人員終於挺近 倖存著 語氣顫抖一連驚恐 久久無法回神 只能先幫忙打開手電筒 找找看還有沒有人受困 有受困嗎 猛力敲打車門大聲呼喊 中南人員一截一截車廂 仔細尋找 就怕有人卡在角落 來過去 拉拉拉拉 等待一下 好 準備了 請坐 乘客滿身試傷 深情呆滯 中南人員拉出傷患 趕緊將人抬下車廂 左腳 左腳 左腳著地 手抱走 手抱走 中南人員一個個 將受傷乘客背下車 車廂內座椅東倒西歪 車窗也被擊破 現場移丟的手機上頭 還布滿乾掉的血塊 眉目都彷彿災難片上演 太陸閣號出軌一彎釀成 巨大死傷 撞擊瞬間的驚恐 幸存乘客在意外過後 受困車廂的處境 空氣中滿是恐懼 就算順利逃生 迴響暗黑 車廂裡的恐怖場景 恐怕是一輩子忘不掉的 驚悚記憶 繼續台東綜合報導 昨晚回來了 昨晚在我的老俄週日晚上 和你直播 也有說到 邵氏建築公司的代辦理人 都牽涉了這一劑的意外 今天 看回不同的報導 心裡都很激 第一 看回到內容 就是要超過的 車輪卡在路軌 因為懷疑 就是手掌唇 推開到山坡 而火車炒進去時 撞到 令到幾折的車輪 在隧道裡 冬歪西島 尤其第七 第八折的車廂 就是最嚴重的 我看回他們進去搜救一些文章的報道 其實都挺慘不忍 第一 每個人都要戴著口罩進去 你也知道 台灣現在都比較嚴熱 因為都去到四月 而這些車也挺多人 為什麼呢 很多人都是回去祭祖 要回去清明 這個大佬國記號的列車其實也加班了 因為去拜祭祖的問題 很多的乘客都是富男攜佬 一家一大小 這次的意外也有很多年幼的人就傷亡 有些訪問在他們搜索生還者或死亡者的時候 進入一些車廂裡面 雜物 東歪西島 人體的殘肢 或者找到屍體 全部都扭曲了 在車廂裡面 當然聽到人家的呼叫聲 亦都有一些噁心的鏡頭 因為有些人撞爆了頭 或者壓扁了 或者手腳斷了 在車廂裡面 你也知道 是4月2號開始炒車 今天已經是4月5號 已經搜索了幾天 有些地方已經有一些屍體的臭味 血腥味 還有一些機油 電油的味道 就算他帶了N95的面膜 都是去不了那些難民的氣味 我想可以說整件事都挺去人間煉獄 修羅場的情況 台灣也有很多這些災難 都是很深刻的 因為鄰近的 這麼近你們自己的邦國 跟我們香港人的感情 跟我們香港人有很多的千絲萬縷的關係 我們都在這裡很擔心他們 希望他們早日解決那個事件 找到那個事件的端例出來 問題在哪裡 而是盡快可以恢復正常 還有在錯誤之中或者意外之中學習 這次的問題在哪裡 進步整件事 就避免將來更加有災難性的事件發生 當然希望如果現在在台灣裡面 有很多香港人都移居了過去 也都在這裡呼籲那些老友記 如果你們手頭鬆動 可以幫得到死難者有錢要捐 一些慈善的援助 當然大家幫幫忙 在這裡做一些捐獻 讓這些死難者可以得到一些 經濟上的一些援助 起碼都死了50人 有些人說死了51人 百多人受傷 的確是一件很慘的一個 嚴重的災難 香港這一邊 當然這個YESTA 也是很多人 通街都是人 我沒有見過哪些地方是空蕩蕩的 到處都排隊 要吃東西 一街都是人 郊外也是有人 甚至沒有人 有攀石的時候意外 就跌倒死了 通街 通山 海灘 也有很多這些朋友 主題公園也有很多人去玩 沒有他 老實說 就是混了那麼久了 天氣又好 說真的 我也很體諒大家 就是要出街去放鬆一下自己 尋求一些的歡樂 去看電影 去休息一下 走山 看看風景 幸好這幾天就沒有什麼大落雨 就算今天 或者昨天清明節 都是有些的雨粉 濕濕 但是風吹過來 都尚算可以接受 嚴下就很快就會來了 當然大家也要做好一些的防曬 又或者喝多點水 在家裡 這些衣物 冬天的衣服 就可能要準備 打包 又或者是拿去洗滴 各方面的東西 很多事情都要搞 其實 這段時間 我們想給幾張照片 在加拿大裡面 也很替加拿大的網友 就開心了 因為 看到一街都是這些櫻花 我們看看第三張圖 好 這裡離開我住的地方 就沒有多遠 你看到我家附近 都全部都有這些櫻花 可以繼續去下去 你想想 其實就很厲害 現在就不夠最棒 現在你看到地面 就沒有什麼花瓣 就是剛剛開始開 是吧 開到最冷盛放的時候 四月初 當中 那些花瓣 開始 隨風吹下來的時候 全部就像這張照片一樣 你看到地面 有很多 白色的花瓣 飄揚 到時的感覺 也是非常美麗的 Cherry Blossom 就是在加拿大裡面 一個很美麗 或者在Wancouver 很美麗的一個景致 通常就是三月底 四月左右 就可以有得看 但通常很多時間 我都不是這個時間回去 通常我習慣回去 要不就是夏末 要不就是冬天 過聖誕節的時候 要不就是農曆新年的時候 所以很多時間都錯過了 Cherry Blossom 我大大話說 也有七八年 我都沒有在加拿大看過Cherry Blossom 所有在加拿大的旅遊機 你們這班傢伙就很美麗的 有得看這個Cherry Blossom 替你們開心的 好的 再更新一下大家台務 《關於明天的立倫薩的香港政府》 《立倫薩的香港政府》 明天我們會有一個特別版 這個特別版 我就要慰勞 佐敦和Steven 尤其是Steven一直以來都幫小弟 和MHK TV做義工 明天就和他一起吃頓飯 吃頓飯的時候 就一直風花雪月 喝酒 吃著東西 然後笑談香港政壇 這些千奇八怪荒誕的事情 而我們明天的直播 就會在六點鐘 應該就如無以後 就是MHK YouTube第二台去做 MHK YouTube第二台 六點到八點鐘 八點鐘之後就交台給小花 播這個哼哼有聲 那你問我 原本播放十三香港政府的時間會怎樣 不用擔心 如果你六點鐘去了街 沒有空 我們會在晚上的烈大夫中醫教室之後 再觸本再回覆一次給大家看 OK 即是再會播一次給大家看 明天可以看著我們打著邊爐 吃著東西 我們在哪區賣個關子 不告訴大家 星期三的大院有樂 我們會回到直播室去做這個節目 因為在假期內 不想手足走來走去拍攝各方面的事情 有了休息一下 今集我們會回到Studio裡面 不過我就在這裡借這個機會 多謝網友Steel Pitt Steel Pitt幫我頒到很多廖啟智先生 和志叔一些精彩的電影參與作品 也可以說 這一集是廖啟智先生的作品的分享會 跟大家說說 他在不同電影中 他怎樣可以做一個這麼出色的 Supporting Actor 一個奇貌不揚 又不是英俊 但是憑著他精彩的演技 即是在我們很多的影迷 香港人的心中 留下一個印象 我們欣賞一下一些精彩的演技 他怎樣 無論劇本多難也好 好的劇本也好 不好的劇本也好 他都可以欺如其分 或者超額地把他的角色做好 令到我們留下很多這些深刻的印象 當然在過去這幾個月中 香港已經有很多不同的出色的演藝人士 或者陪我們長大的 無論是電視圈、音樂圈的人 都相繼地走了 都走得挺多的人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更加珍惜一些好的演員 但是好的 又是支持香港的 心又掛著香港的 不去奶共的 不去格高屎乎的 又有多少個呢 好了 以下一條片段 可能近來你已經離開了香港 好像我老友說方展薄也好 又或者你打算遲些會離開香港 如果你晚上搭飛機 離開我們赤立國機場的時候 你可能會看到香港的夜色就是這樣 我們看看這條片吧 在其中一個有什麼鬼道路 這條片段 在那裡 還有很多人 在那裡 其實這裡有很多人 有什麼鬼道路 你會看到你 我會看到你 我們有什麼鬼道路 你會看到你 我會看到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近日很多消息,很多资金都离开了香港,流向不同地方,主要都是加拿大和英国 在我们其他节目,我也有提及过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只是一个开始的情况 你说是否真的要离开,我不会批评的 因为每个人都有对他人生里面的选择自由 你选择留下,对抗这个地方的邪恶政权也好 你说要跟他斗长命,在这里磨爛隻,看着他什么时候落荡 看着这些害香港的人,要受到应得的惩罚也好 你说,我去理你,我自己先走,这么辛苦,我现在差不多收皮期了 我不能跟你瘋了,老婆仔细老婆亂 大女儿、小女儿,小儿子现在开始读大学,当然是找个好的地方 不需要他屌你,他这些人的狗独播剧场上 回到大学里面,全部大陆躲,助教、行政人员、学生 这些人都会把老婆说普通话,跟着回去南京、北京,不想在这里读书 这个完全体样,因为你自己的生命是大家的 你想怎样去过,想怎样去完善你自己的生活 怎样去令到你自己的生命比较安全、平安 和朝一个有建设性, fruitful的, prosperity 的地方去埋进 当然是有你自己的自由和你选择的权利 香港,坦白说,都玩到烂到一个地步,都瘋了 不如今天出街的鳄鱼谈来算 今天出街的鳄鱼谈也有评论到这个律政司司长 和这个政制及事务局局长 分别出来说,威嚇香港人,这些人不要想着迟些 我们完善了选举制度之后,这些混蛋,出来投白票 白票或者不敢投票,或者呼吁别人不敢投票 分分钟都是刑事 你说,怎么又靠客 民工武略,不停吓你香港人 你应该要有的东西,一样一样跟你斩件 全部拿走去,不停的无尽打压 无尽控制你们人身的自由 約束你们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创作自由 连看电影,看奥斯加都要拿走 那你也可以看到,某国里面的元首 是对我们香港人多么痛恨,多么憎恨 这次完善了选举制度 可以告诉大家,这些数字是怕计算的 2019年11月的区议会,我们的total出来投票 人员有290多万人,大约是所有选民的73%左右 大家可以想得到,如果上次Lensline 我当你有六成和四成之比,那你可以计算得早 大概如果所有我们这些支持民主自由 或者简单说,黄色的人 你乘回选民的票数,那你也知道有多少 好了,如果这些人60% 成你二百多万人,六九 二百多万人,三百 即近二百万人,不会投票 那只剩下百多万人,就会投票 那你想想,一百万人都不投票 即是换句话,他会有多惨情 多黯淡 即是出来的结果是多欲描 当然他不想见到 既然完善了选举制度 竟然没有人扫描他 或者是废票的比率是很多 那些人没有认受性 即是被人扫描他 他当然就是不想见到这些很可恶的程度 这些是果来的,各位老友 即是谁弄到这个墙子 弄到自己的议会制度 搞到自己的议会制度 你老闆不能征诚民意乱描 那是你们搞出来的 那你要承担这一件事 不要逼迫我们 你老闆跟你一起攬炒 所以很多朋友都走了 包括这个姓传 蒙面歌王 十五是一张图 蒙面歌王都会离开香港 不知真还是假 即是无可口非的 爱国当然是用口来爱的 身体是最诚实的 即是明白的 即是 越南华侨六五都要想移民台湾 何况这个蒙面歌手呢 大家说是不问题的 好,回来吧 我已经想过了 即是这个MHK 我们有一个直播 在第二台 星期四我就紧局了 现在我想将星期六的时间 转移到星期日的晚上11点 第一,我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因为未来安排一些访问 这个Sat Game 无神 自由 talk 都是安排在星期六的 未来的星期六 我应该会和波sir和高sir 讲讲一个关于历史的有趣的 topic 在第三台就会出街 时间我会去Sat Game 无神 接着 Would you like 这样去做 未来的星期六 大家要密集地留意 我们3台 开始多了一些新节目 或直播 在台里和大家做事 陈晖正 未来也都约到林康正 然后开始�と 这个台上搜集了不同的拍档 一直向我 głeral phrases 新的火花 大家也密切留意 所以我们这个MIHK的众筹 以今天为止 因为没有朋友 但我可以口说 就是近26万 25万5千多元 我们的众筹回来的钱 而我们的加币 的善款就去到 909元 也是我们的筹班 在加拿大的网友的支持 我们这些善款 说起来真的是肉酸 囚了这么久 仍然是这样的情况 陆续在YouTube里面 对我们的打压 就是每个东西都黄标 有广告甚至是小广告 没有广告或者是小广告 又将我们的台球 找一些影片出来 调起仇恨言论 这样那样那样 搞得我们都挺烦的 唯有硬着头皮 继续迎难而上 我就不会评论 那些黄标KOL 卖了房子 像刘世良那样 小花是不是有张图 第八张图 就说他赚多少钱 老销又卖房子又赚多少钱 我就不肯评论了 各有钱因就莫善人 他们有钱是他们的事 他们说很穷 下一张 他们说很穷 就是他们不肯够钱 不停就说 你不肯捐钱就接台 什么东西 我也不会评论的 没有东西可以评论 各有各做 是吧 但是他有这么多人肯付钱 他们明知他这么有钱 也会捐身家 那我也没办法 这是市场的问题 我已经是窮一个黑的了 就是我不想我剩下的生活的 什么东西的钱 都会亏损了 我总之 去到某一个地步 顶不顶不顶 我就真的拉人封艇 很靠大家 订阅我们的节目 帮我们买一些食物 还有就是支持我们 这个众筹的计划 我们实情是比其他 任何的人都有需要 因为我们真的是 是用来营运台的 支持我们的台的 同事出粮 交租 添置器材 坏了的东西要替换 现在被人搞了 可能有些的钱又要花了 就是很多方面的东西 都希望大家去支持我们 既然大家老实实 有些人这么有钱 你们都继续捐开 这个真正需要大家私以援手的 这个香港台 本土台 这个很贴地的MIHKTV 为大家去发声 你们见到我都会说 为什么你们这么勇敢 怎么还在香港 老友 回到加拿大也要水脚的 怎么回到他不用吃呢 是不是 我已经把我自己的个人的收入 都不能跟这台掛勾了 我靠这台我已经含得了 最重要就是靠大家去支持 那台可以营运下去 所有的手足 可以有粮出 有人工家 或者可以交租添置器材 那我已经搞定了 不肯使我吃钱 我就已经是万恨了 那好了 那也都希望 除了大家支持我们上次 买了一个凤梨 那我告诉大家 很快 晋升老板娘 就会安排一些 爱民芒来香港 大家密切留意 沙巴大虎虎 这些伴府 也都很快就要再次接受 大家的预订了 大家密切留意 我们的广告 以及我们的通知 也都如果大家想移民台湾 又或者是去英国 用BNO的5加1的移民 那也都可以考虑找我们 那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服务 那我们赚到少少的钱 可以准贴我们的台的这个营运 那以下呢 就是这一条片 就是报给大家看的 就是我们如果你想找一下 MHK TV 跟我们的拍档去帮忙 大家去申请这些手续 去移居去英国 代办 申请这一个的Visa 找人协助你们的 大概的收费会多少钱呢 大家可以看看这条片 结束今天的MHK每周通讯 记住明天六点钟第二台 我和Steven和Jordan 就会和大家直播 做这个《立忍扎的香港政府》 星期三的大院友乐 就归附这个studio里面 分享一些出色的 已故的艺人的作品 当然包括自宿 在下一集的大院友乐 就会讲一些香港的灵异的东西 和一些怪兽各方面的东西 好此道者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当然我不会忘记这个香港奇案 还有这个星期六 第三台的老鹅 《失惊无神自由讨论》 会请到波Sir 去和大家讲一些有趣的题目 到时见 多谢大家支持MHK 多谢大家支持我们各位的节目主持人 大家 保持身心健康 各位MIHK的老友 最近见到英国首长Boris Johnson 亲自去接待这些 在香港过去BNO5加1的移民家庭 欢迎他们来临英国 开拓他们的人生下半场 是不是很羡慕 也很想来 拿着你的BNO护照 要乱乱申请移民的手组 过去英国快乐的个人生 机会来了 我旁边的老友记 就是知诚环球的资深移民顾问 Peter哥 王先生 Peter哥 你有些服务可以带给MHK TV的老友记 是 绝对是 为了配合BNO Visa 我们又提供一个很专业的协助 大家去申请到一步到位的 BNO Visa的资深服务 好 很多的移民公司 你手上去Approach 他可能收你一个一次性 就是很甘下的申请费用 但我们尽妨大家拿个荷包 就是重商 移民佬花很多钱 我们就有一个谈话的 Screening 策略出来 如果大家有兴趣 大家可以打电话来3955-8673 或者WhatsApp来9810-8874 留定位置 接着你们就可以接见Peter哥 让你给一个40分钟的consultant 你付上一个2000元的费用 然后Peter哥就会讲解给你 所有这些移民的策略 究竟是你家庭成员里面 哪个做主申请人 申请的时间会是怎样 配合会是怎样 后续会是怎样 带给大家的post and coins 还有什么弹性的处理 这一件事可能未必是 这么多的移民公司可以帮得到你 Peter哥 是不是 先见到你 然后接着有什么要做 接着很简单 就是申请的 当然第一次见到 绝对就是阿娥哥说的 我们一定要看完 一定要看完 才告诉你们 到底哪个申请是最好的 又或者要补什么文件 又或者如何配合到 你个人的计划 然后接着 当他们已经OK了 很满意你们知诚环球的服务 看到Peter哥又很合谈 决定了就是要找你们帮忙 每一个主申请人 就会收线 9500元 是 如果9500元 就是每一个Dependent 跟着那些 扔住就是他的家庭成员 你会收多少钱 每一位就4000元 好了 付完这个费用 之后有多少次服务 或者见面 你会和每一个EPICANT 会处理呢 简单 第一次的咨询 其实你就会知道所有的答案 或者你心目中的计划 回去再调整一次 如果准备好文件 我们就会帮你 约一约去体检 约要照费 真照费 真照费 照费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正式来 我们这个办公室 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就可以做整个申请 一次性 有些文件 我们很有属习的经验 也知道哪些文件可以 哪些不行 或者先处理 或者先改进 然后就一次性送件处理 然后处理了之后 其实就可以再约上 这个签证中心 打手之务 和去拍照 之后就等批就可以了 大概整体这个过程 里面就是会等多久 一般大概两至三个月左右 看看当时申请人员有多少 如果是这样 即是换句话说 见完你之后 入了纸 三个月内就出Visa 可以随时买定飞机票 或是打定疫苗上飞机入境 对 可以准备的 可以准备的 对吧 可以准备的 有个WhatsApp Peter哥 我就大展鸿逃了 没问题 没问题 但有很多女友记 可能很聪明 聪明 或者英国里面有朋友 去到那边 就可以开拓他们的生活 没问题 但有些朋友 可能在那边 想落地山根 又要找一支盲工竹 找人帮忙 帮忙 开头扶他们的一把 不知道你们当边 会否有些相关的朋友 可以协助他们 绝对是 我们公司 其实在伦敦 都有我们Associate 的会计师 尤其是可以帮到大家 刚刚去到那一两个月里面 所有东西 由落地摘机开始 你扮认银行户口 你扮认保健卡 你居住上面有什么问题 教育 找工作 其实所有的生活上 完全都可以有安排 和协助服务给大家 甚至无国下的 如果这个櫃头 那些container 去到英国要清关服务 别人都会帮你搞定 我们都会有相熟的 这个door to door 的搬运服务 就是你去香港 直接在你香港的家 去到你英国的家门口 送入大厅拆箱 好 这个baby sitting的安居乐业 当地安居服务 大概的费用 大概的费用 按家庭计算是四万二千元港币 不过这个condition 就是当你决定要找Peter哥 去申请的时候 开始入纸 你拿你的Visa的时候 拍板叫你四万二千元 如果你等到你的Visa之后 都是继续要找Peter哥帮忙 到时就会贵一点 到时就四万八千元 是很相疑 但是一直说来都说了几分钟 但是做出来 就是很多的功夫 很多的努力 和很多的支援 去背后 都要看一看 大家都觉得 四万元是否贵一点 其实不是 因为为什么 我说一个点 大家就明白了 就是时间 我们整体服务大家 帮到大家的时间 是一年的时间 因为你由开始 准备申三个月 接着你申请了批 三个月内去英国 即是头面六个月 我们都会提供在香港 你准备的时间 或者你要有什么安排计划 都会有咨询服务 帮到大家 又去到英国之后 六个月内 刚才所有的生活安排 咨询 亦都有Apps 可以随时找到我们 当地的服务 都知道了 提供给大家 所以头面六个月 加六个月 有十二个月的服务 所以平均上 是非常相宜 好似漏洞 时间已经一分一分 流走 把握机会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打电话 上来 39558673 又或者去WhatsApp 我们 98108874 留下你个人的资料 我们很快便会联络你 以及安排一个预约 见Peter哥面 安排的设计 多谢Peter哥 希望你可以帮我们 广大MIHKTV的老友机 可以安居乐业到英国 好 希望见到大家 多谢你 多谢